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热点背景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提要 北京的谣言又来了 彭博率先报道引发剧烈反应 中国房贷规模缩水超3000亿 断供率声 中国又一巨头一夜之间倒下 中非论坛召开在即讨钱的非洲人 蜂拥北京 选边后等习近平恩典 中国钢琴市场崩 他一年倒掉7000家琴行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报道内容 北京的谣言又来了 彭博率先报道引发剧烈反应 综合媒体报道 据悉中国当局正在考虑允许房主 对多达5.4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 进行再融资 以降低数百万中国家庭的借贷成本 拯救岌岌可危的楼市 根据这一计划 房主将可以在2025年1月份前 与目前的银行贷款机构 重新谈判贷款条件 而银行通常会在1月份 对抵押贷款重新定价 此外 房主还将被允许 向不同的银行进行再融资 这在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上述首次 这一政策 目前上述谣言 却由美媒彭博社率先报道出来 尽管如此 该消息已经在市场上 引发了剧烈反应 有分析指出 这一方面反映出 中国房地产危机的严重程度 另一方面 一旦这项政策属实并得到实施 那么中国银行业的盈利 就会出现断崖式下滑 随着而来的将是整个金融系统的崩塌 最新彭博社追踪的74位分析师中 有51位估计中国2024年的经济增长率 可能低于5% 甚至还有经济学家警告 中国经济将缓慢内爆 随着房地产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升级 中共最高层已经意识到要出大问题 去年中国央行就鼓励降低抵押贷款成本 而银行也罕见地下调了首套住房 未尝抵押贷款的利率 如果上述计划获得北京批准 富瑞集团中国经济学家陈淑瑾 估计在融资举措 最多可将现有抵押贷款利率下调一个百分点 为房主节省约3000亿元人民币 如果从长远来看 允许房主更换银行以获得更低的利率 更符合市场导向 比一次性降息更好 这可能会促进一点消费 但不会对房地产业产生实质性影响 因为购房者已经享受到了低廉的利率 彭博社发布的中国开发商指数 在8月30日下午的交易中大涨超过8% 由于市场乐观地认为 进一步的房地产刺激措施 将缓解市场对房地产下滑 和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 中国离岸人民币汇率 也创下了一年多来的最强水平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本周一连串令人失望的消费企业财报 以及瑞银集团经济学家 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加剧了市场对中国经济前景 持续恶化的担忧 下调评级反映出 全球银行正形成一种共识 即中国无法实现2024年的增长目标 然而 中国上述计划将进一步增加银行的压力 截至6月底 中国银行业的平均近息差 跌至1.54%的历史新低 远低于1.8%的门槛 而1.8%被认为是维持合理盈利能力的必要条件 在利润率创历史新低的情况下 银行业正面临盈利不断下降的困境 截至3月底 中国未偿还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总额为38.2万亿 是中国贷款机构的主要资产 截至2021年底 中国90%以上的未偿抵押贷款 都是针对手套住房的 有分析指出 给存量房贷降息 中国银行盈利要崩了 难不成是中共央行印钞 添这些窟窿 署名洪耀男的分析文章指出 这一政策若能实施 确实能在短期内减轻家庭的财务压力 然而这种政策的长期效果可能有限 回顾日本的经验 在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裂后 日本政府也曾多次降息和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尽管暂时减轻了债务人的压力 但最终并未能阻止经济陷入长期停滞 中国若仅依靠降息来应对房地产市场问题 将面临类似的困境 其次 此举并不能解决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深层结构性问题 更直接的后果就是 银行盈利能力进一步下降 很可能引发区域性或地方性银行的倒闭潮 最终 中国可能步上日本的后尘 进入一个长期依赖低利率和宽松货币政策的阶段 实际情况甚至比日本还要糟糕 另据彭博社追踪的74位分析师 其中有51位估计中国2024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低于5% 过去两年房地产危机拖累了中国从就业市场到消费和家庭财富等所有的经济层面 如今这种影响已蔓延至更广泛的金融市场并席卷了个人投资者 据陆媒8月29日报道 2021年推出的27支封闭式三年期共同基金中 近一半在接近周期末时面临40%以上的亏损 阿尔派宏观公司策略师王延认为 北京的经济增长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 中国未来可能有缓慢内报的风险 王延表示 中共政策制定者缺乏明确连贯的战略来应对挑战 就连现在推动的解决需求问题的零敲碎打措施 也都是零实性的 犹豫不决的 热银集团28日下调对中国经济的预测 在此之前 JP摩根和野村证券 也都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定在5%以下 彭博社指出 这反映出全球各大银行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共识 尽管中共最高层仍在鼓吹 其致力于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 但实际情况是无法实现年增长目标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内容 中国房贷规模缩水超3000亿 断供率升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中国楼市销售持续低迷 上市银行房贷规模半年缩水超3000亿人民币 同时部分已买房者选择断供 按平均值来衡量 21间银行房贷平均不良率升0.1% 根据上市银行披露的半年报来看 住房按揭延续去年的收缩之事 是42间上市银行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和计较 年初减少3191亿元 其中六大国有银行合计减少3191亿元 万蓝数据显示 上半年42间上市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超34万亿元 其中六大国有行上半年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均超万亿 合计26万亿元 在42间上市银行中占比77% 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最高的依旧是建设银行 为6.31万亿元 其次为工商银行达到6.17万亿元 在股份行中仅招商银行、新业银行上半年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超过万亿 分别为1.38万亿元、1.07万亿元 同时断供率持续上升 42间上市银行中 有21间银行披露了半年度个人住房贷款的不良率 其中19间出现不同程度的提升 按照平均值来衡量 21间银行不良率提升0.1个百分点 以中信银行为例 该行个人住房贷款不良率0.7% 较上年末上升0.2个百分点 关注贷款率0.30% 较上年末上升0.05个百分点 中信银行表示 上升的不良率及关注贷款率 是受房地产销售低迷、经济增长放缓等因素影响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内容 中国右翼巨头一夜之间倒下 综合媒体报道 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网友讨论 曝光了经济糟糕的程度 在墙内社交媒体上搜一下 到处都在抱怨工资发不出 任务还越来越重 每天累得要死 有人总结说 今年就业形势严峻 发不出工资的太多了 现在不是你别随便辞职的事了 是不管你辞不辞职 你的企业都要倒闭了 果不其然 号称中国辉达的相帝 先8月30日召开全员会议 突然宣布解散 400多名员工全部失业 这家市值一度达150亿的GPU独角兽企业 一夜之间就关门大吉了 嗯 此前中共砸钱搞芯片大跃进 但在美国和盟友的联手围攻下 生存越发困难 号称中国辉达的GPU企业 相帝先也惊传解散 据悉 市值层达150亿的相帝先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在8月30日召开全员会议 宣布公司正式解散 400多位员工全部终止劳动契约 成为最新一家关门的中国半导体独角兽 据中国媒体披露 相帝先管理层在这次会议上透露 该公司与投资方签一份必轮满5亿元的对赌协议 最终为达成协议条款惨遭股东起诉 目前公司账户已被冻结 当前及未来也无资金进来 因此全部员工都解约 欠薪记在账上 未来将寻求新投资人争取和起诉股东商议 解除被冻结的账户 再将股权资金全部退还员工 至于具体执行方案则没有透露 也没有说明对赌协议细节 有网友爆料 相帝先已拖欠员工 两个月薪水应该是烧光融资 又逢当前半导体投资低潮期 没有新融资 也没有其他公司愿意并购 最终不得不解散 而其实相帝先的遭遇只是中国芯片产业的一个缩影 此前就有数据统计 2023年 全中国有1.09万家芯片相关企业工商注销或吊销 平均每天近30家芯片企业消失 截至2023年 中国有3243家芯片设计公司 其中超过一半公司年收入不到1000万人民币 而芯片业的寒冬业仅仅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 随着财政危机从过紧日子过渡到杂锅卖铁 国企正在使用各种阴招逼走员工 日前网上传出温州交运集团司机的维权视频 视频字幕写道 这就是国企温州交运集团 强行降薪从8000下调2500 逼我们走又不想赔偿 视频显示温州交运集团开会 管理人员宣布驾驶员的工资 下调到每个月2500元的保底工资 随后大批身穿公交制服的员工 到劳动监察部门维权 指控官方压榨工人 并称如果市政府不给解决 就要上访 还有网传录音显示 员工和官方人员谈判 提出如果集团打算辞退员工 应该按照法定程序提供足够的赔偿金 公开资料显示 温州交运集团隶属温州市 国资委属地方国企 浙江曾经是中国的经济强省 温州更是东南沿海重要的商贸城市 网民感叹 连经济强势都这样了 可见中共真的没钱了 在另一个原来的经济强势深圳 日前也传出当地国企深夜集团的内部通知 内容是安排部分部门人员 停工待岗 停发工资 网民指责这分明就是逼员工自行辞职 还有知乎网民爆料 一个造卡车的央企将四五十岁的老员工 安排到高强度的装配流水线上 逼他们在忍受不了时自动走人 有网友感叹最新的状况是 很多单位干脆已经发不出工资 越来越多人的需求已经简化为能活下去就行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内容 中非论坛召开在即 讨钱的非洲人蜂拥北京 选边后等习近平恩典 据法广报道 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即将于9月4日至9月6日 与北京举行 据法新社9月1日报道说 在大国对于非洲大陆的资源和影响力竞争加剧下 非洲领导人将在北京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寻求资金 法新社报道称 过去十年来 中国扩大了与非洲国家的关系 向他们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贷款 这些贷款有助于基础设施建设 但有时也会因非洲国家背负巨额债务而引发争议 中国向非洲派遣了数十万名工人 建设其大型项目 同时开发非洲大陆丰富的自然资源 包括铜、金礼和稀土 据中国政府表示 本届中非论坛将是自新冠疫情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外交活动 南非、尼日利亚、肯尼亚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已确认出席 预计将有数十个代表团参加 瑞纳新国际咨询公司的政策分析师奥维格伟-简埃骨骼 告诉法新社 非洲国家希望利用到访中国的机遇实现自己国家经济增长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也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据中国官媒报道 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678亿美元 法新社援引中国对非洲贷款数据库的研究发现 北京去年向非洲国家提供的贷款是五年来最高的 借款最多的国家是安格拉、埃塞俄比亚、埃及尼日利亚和肯尼亚 但分析人士说 经济放缓令中国政府越来越不愿意拿出大笔资金 中国也一直拒绝减免债务 即使一些非洲国家在努力偿还贷款 即在某些情况下被迫削减重要公共服务的开支 北京清华大学的唐晓阳告诉法新社 自六年前上一次中非论坛以来 世界经历了许多变化 包括新冠大流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以及现在的经济挑战 他认为为大型基础设施和快速工业化提供贷款的旧模式已不再可行 法新社指出 非洲大陆是中国政府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也是习近平扩大中国海外影响力的核心支柱 金砖倡议为非洲国家的铁路 港口和水电站等项目输送了急需的投资 不过批评者指责中国政府让非洲国家背负债务 并资助破坏环境的基础设施项目 在肯尼亚一个备受争议的项目是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出资 50亿美元修建的铁路连接首都内罗币和港口城市蒙巴萨 但由于肯尼亚和乌干达都在努力偿还金砖国家倡议的债务 旨在将该铁路线延伸至乌干达的第二阶段项目从未实现 肯尼亚总统威廉·捡鲁托去年要求中国提供10亿美元贷款 并重组现有债务 以完成其他停滞不前的金砖倡议项目 肯尼亚目前欠中国的债务超过80亿美元 据伦敦查塔姆研究所非洲项目负责人亚历克斯·检·维恩斯说 肯尼亚最近发生的致命抗议活动是由于政府需要偿还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债权人的债务负担而引发的 鉴于这些事件 维恩斯和其他分析家预计 非洲领导人在本届论坛上不仅会寻求更多的中国投资 还会寻求更优惠的贷款 在非洲中部 西方和中国企业正竞相争取稀有矿产的开采权 非洲大陆拥有丰富的莽菇、叶和锂矿 这些矿藏对可再生能源技术至关重要 几时加蓬莫安达地区的盟储量就占全球已知储量的四分之一 南非的盟产量占全球金属产量的37% 国矿开采主要集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 其产量占全球总量的70%,但在加工方面 中国居于领先地位,占50% 法新社说 美国和中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也给非洲带来了压力 两国在台湾的地位问题和贸易等问题上冲突不断 华盛顿对其所认为的北京的恶意影响发出了警告 2022年,白宫称中国试图推进其自身狭隘的商业和地缘政治利益 并破坏透明度和开放性 北京则坚称不希望与华盛顿爆发新的冷战 而是寻求双赢合作,在促进发展的同时从贸易增长中获利 当分析人士担心,非洲国家可能被迫选边站 好比瑞纳新国际咨询公司的分析师埃古格就认为 非洲国家缺乏对抗中国的筹码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内容 中国钢琴市场崩,开一年倒掉7000家琴行 据自由财经报道,中国经济恶化从制造业到餐饮业都艰难求生 连被视为中产阶级社会地位象征的钢琴业也面临寒冬 中国钢琴业销量断崖式下滑 过去一年倒了7000家琴行 钢琴龙头、碱海轮钢琴及珠海钢琴今年上半年业绩都呈现亏损 有中国钢琴之乡之称的浙江省湖州市洛舍镇 大批制造商倒闭,反映中国中产阶级的困境 综合外媒报道,过去一年中国一二线城市的琴行接连倒闭 卖钢琴的门市倒了7000家 许多七成新的钢琴从5万人民币杀到只剩5000元都乏人问津 若观察二大钢琴龙头最新财报,亦可亦亏行业惨况 其中海轮钢琴今年上半年营收8383万元,年减45.57% 归属母公司净利付1747万元,年减639% 营运游营转亏,毛利率19.24% 年减25.6%,珠海钢琴今年上半年营收3.64亿元 年减42.65%,亏损7327万元,营运游营转亏 较出上市12年来首度亏损财报 其中乐器销售及售后服务业务占营收比重达89.04% 其毛利率直接腰斩至11.32%,年减11.5% 一个百分点 钢琴业遇到寒冬,被誉为中国钢琴之乡的浙江省胡州市洛舍镇承重灾区 法国《世界报》披露自2024年以来,洛舍镇陆续有几十家钢琴制造商倒闭 小型钢琴厂接绕的姚老板决定在今年夏天停止生产 因为自今年年初以来,钢琴订单骤减,库存增多 被迫出售仓库中的琴键或其他配件度过难关 从事二手钢琴销售超过20年的范先生也说 疫情三年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